画面上是国道客运9026 试办分流路线的第一天 基隆市长谢果良跟交通处长王震宏 及多位地方的明代都到场关心 一起来了解试办的状况到底如何 这个试办对你们会有帮助吗 会啊 怎么说呢 分流 就是节省时间 不然会怎么样 跟以前比的话 以前绕的话时间会比较长 你有没有算过说你从二高上跟上一高上啊 时间会差多少 最少差20分呢 差20分钟嘛 我有跟区长报告 然后区长也跟交通处长 然后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报告 然后一个协调 然后觉得说这个案子非常好 然后再跟市长报告 市长说马上可以来试办这样 上班下班时间真的减少 最少20分钟以上 感谢市长和区长和交流处长 他们大家这么关心 这么用心来做这个事 非常感谢 今天是我们9026分流 试办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来到武胜街口 这边来搭乘这个 试办的一个情形 那感谢包括佩祥议员 苏兵议员 凯林议员 请政议员 还有我们里长区长大家都在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有非常多 就是到底班次够不够 然后为什么试办只有到8点 还有就是说到底每一个站 可以上多少人 还有说到末站 就是9026分流 就是到这个 到轮棒球场那边的时候 末站的时候 会不会乘客变得没有车搭了 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要透过试办来了解 那很感谢议员跟里长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试办计划 大家目前都是基本上认为 试办计划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细节就来看看 试办的过程来拟出更好的方案 9026B未来可以帮助我们大五轮的居民 足足省20分钟 每天早上省20分钟的时间来上班上课 而另外一边如果是9026C 也就是安乐社区的路线 也会帮我们实质上帮我们长庚 热利三街还有附近天下的居民 至少省10分钟 因为他们不需要去等从大五轮过来的 9026普通车 那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两条这个路线呢 来帮忙疏解我们同情跟同学的一些人潮 能够缩短他的那个乘车跟搭车的时间 那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想这样子分流可以让两端的乘客 大家都会非常顺利的搭上车 这个得正是非常的好 希望说我们这个时间能够再拉长一点 通勤族下车时也竖起大拇指向市长道谢 说分流规划的很好 市长谢国良说这趟实际搭乘体验分流 9026B直接上二高到南港的确非常迅速 可节省20分钟以上的通勤 至于9026C路线从中联仓储发车 往迈进路与长庚医院方向上国道一号的状况 谢国良市长也表示会再去实地了解看看 对于通勤族有没有实际的帮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知识的一遍